好 最新的焦点插播给您就是呢 在南投草屯金船车祸 这一部连接车在回转的时候 疑似因为速度太快 导致整个倾斜角度过大 车上两三百箱的米酒空瓶洒落一地 努力把现场交给记者徐一玲 一玲 好 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 事故现场乱传了一团 一共两百多箱的米酒空瓶 掉的满地都是 而且大部分都已经碎裂了 那么现场呢 工人赶紧将破瓶子 以及箱子搬到货车上 希望可以赶快地恢复同车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形 看这个现场的结果 应该经过研判 它应该是 那车子转弯 因为它的倾斜度过大 造成那个货物 车子上面的货物滑透下来 来影响车通 那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在排除了 那么该就了解的这起事故 是发生了上午七点多 在南投草屯镇 那么这辆满载 啤酒空瓶的连接车 疑似呢 因为转弯的时候 离心力太大了 导致呢 车上两百多箱 总共两千多瓶的空瓶 因此摔到地上 那么索性呢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那么由于当时是上班的巅峰时刻 所以呢 造成了大塞车 一直到九点半左右 路面呢 才清理完毕 那么警方呢 也会依法来开告发单 以上就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给 本人主播 好 真的是相当危险 在南头有连接车 因为回转不小心 三百箱的米酒空瓶 掉满地 也提醒您特别留意了